手游酷玩 有点垃圾 看看实战 因为勒飞表 遇雷是为什么要勒 诶 这什么情况 遇雷是 勒飞表是干啥的 你是活有人出来的吗 这啥雷顿 什么苦无手里剑 这那的 现在也是看到一个未来战景 你这个有点皮好我兄弟 我直接 诶 大哥你说你帮他打我 然后他打你 你说你何苦不帮我打他呢 我就纳了个味儿了 你这思路好像跟正常人不是特别一样吗 直接选择在远处勒飞表现在带走 但是好像被抢了人头 没有关系 也是稍微稳定一下 然后这个老哥果然又附和在了我的脸上 然后碰上一个海神 兄弟你不知道水是导电的吗 我现在先撤退 因为我现在感觉近战 我是打不过他的 远处勒飞表骚扰他 不让他贴近我的身体 但是我好像走到了海神的主场 附近有一个水 这个还是比较尴尬的 这个人不断的向我喷火 你想干啥 你就是认准我了 今天要用可以是吗 然后远处还有人在打我 不是你们是组团来杀我的吗 不是 哥他那么大的目标 他站在不动喷火 你都不打他 然后你框框打我 那不好意思了 那我只能向你展示一下我的绝学了 先找一下他的位置 因为刚开始他站在高台之上 我还是碰不着他 后边还是有人不停地打我 干啥呀 什么仇什么怨呀 我也没欠你们钱 难道昨天晚上打牌被发现了 不太可能啊 这种事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看起来这个技能是什么东西 之后会落雷击杀这个目标 这好像是一个平铃 看到一个人拿他试一下技能 我的天 这个技能确实是有点炫啊 我砍了一刀之后 会不断的有飞镖去攻击他 但是这个伤害特别的感人 然后由于我现在是没有这个怒气了 然后没有办法消耗 我打他只是单纯的拿刀砍的 这种效果是没有这个落雷皮下的 这个技能是一个控制技能 会眩晕敌人 然后并且敌人会被这个落雷击中 他的这个角色的问题是伤害比较低 然后输出方式呢比较隔路 因为他本身的这个技能轨道啊 确实是我个人有点适应不太来 像是手里剑 然后是从上往下 要不是从从往右 这么斜向的一个跑步线 但是你要我这么玩的话 你应该给我配一双血轮眼的 嗯 中则周指 活跃人生里玩手里剑最酷的家族 就是这个鱼智博一族啊 你想要我这么酷圈的玩手里剑 也得给我配一双这个 同样的眼睛才可以 现在呢也是准备放出我的大招 我看看这个大招是引导之后会落雷 连续攻击自身的周围 这不就是雷盾麒麟吗 临兵什么斗者接 阵列 在前 破 不是干啥哥 还得解印呢 啊 我这不断的去击打对面啊 但是发现我的伤害啊 确实是有点低 带走两人之后 我的大招也就结束了 这个大招感觉不是特别好 这个大招给人的感觉就是 虽然说比较酷圈 然后感觉上还挺好的 但是持续时间这么长 只打 等会啊 这个人怎么给我扔了一个 这个大招是啥技能啊 什么龙卷暴风 不是兄弟 我就纳了个闷了 我是欠你们钱吗 这他开个大招追着我跑 别 兄弟 有话好好说 我们是朋友啊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你看你家里没电的时候 是不是我用这个苦物再给你发电啊 现在有这个未来战车啊 这个未来战警的技能 感觉骑在一个飞车上特别的酷炼 但对不起 我打算把你击落 一直在远处扔这个废表 因为这个废表 我诸神黄虎 我的天呐 但是对不起啊 直接远处扔了 配合别人将你带走 这恋战神又来找我了 那我先撤退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游戏呢 演示乐歌无限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玩一下 这个玉雷狮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观众我们收看 感谢你的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